大家好,我是斯蒂粉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学习了传输层的套节字 那么在这节课中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原始套节字的花花世界 那么其实学技术都一样 大家应该都找到了那么一条规律 就是我们在学习一门技术的时候 先学会怎么使用它 然后再去研究它 然后再深入研究它 是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原始套节字 大家千万别看花了眼 我们先看看怎么使用它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我创建一个套节字 然后发数据 然后收数据 就这样 好的,那我们创建数据 创建数据跟前面的传输层的套节字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哪里不一样 第一个 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创建套节字的第二个行参 它所要传输的是SockRaw 是这样一个红 表示我是一个原始套节字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协议号 这个协议号是要传输到我们的IP头里面去的 这两个 我现在为什么会捏出两个呢 在我们的Nins上面呢 第一个是处理我们的IP数据报的套节字 第二个呢 就是处理我以太网数据报的套节字 也就是说我前面一个 我只能处理到IP层那一头 那么下面一个呢 我能处理到我发出去的 从我某个网卡接口上发出去的数据的全部数据 我都可以进行处理 这就是区别 好的,那我们要想要输出一个数据 怎么输出呢?就直接调用sign2 告诉我们的套节字 我要发送到哪里去 通过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这样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吧 那我们的输入呢 同样我们的输入只需要调用一个函数 那就是resive 那这两点resive和sign2 在我们的IP数据报中 现在注意我这几个讲的原始套节字 只处理到IP层 那么我们的IP层它接收原始数据 原始套节字的数据 它会接收哪些? 也就是说我内核会把哪些网络数据报文 发送到我的原始套节字上面呢? 请看上面四点 第一个 我们的TCP和UDP 它是传输层的内容 所以它不接收 而且我的内核也不会把它的数据报文 发送到我的原始套节字 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呢 其实是比较相似的 SNP和IGMP 那么第四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内核不认识的协议字段 它会传输到我的原始套节字 那么当传输到某个原始套节字上面 它就会对比我接收的这个套节字 是不是它传输过的那个协议的 那个协议号 如果是 好的 请进门 那么就会接收到我们的应用进程里面来 如果不是 不好意思 出门左拐 不送 好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来看看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实在太简单了 所有都懒得写了 我们看看我们的发送 首先创建一个原始套节字 IP层的 注意第一个参数是AF1.NET 那么我们的协议号就任意定义一个 年始5A 好的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原始套节字的数据报 发送到我们的Windows进程 这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Warsak抓报工具来抓到这个报文 来看它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 好的 然后就是Cent2 是吧 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好 那我们现在编译一下 把抓报工具打开 发送完毕 停止 好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里面收到了哪个数据报 是从我们的虚拟机上发出来的 看看这个 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发送数据报 刚刚发送的是什么 我们的发送数据报是发送的这个缓冲区里面的数据 Test 然后这么一长条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我们发送的数据报 那么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个报文呢 首先12个字节的Mac地址 原Mac地址和我们的MoneyMac地址 到这里 然后是我们的0800协议号 然后是我们20个字节的IP报文头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发送的缓冲区数据报 那有的同学就问了 你怎么知道呢 好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知道 好 我现在也让你来知道 那么来看看我们的花花世界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一句 这整个在下面的啊 这所有的石榴精致呢 它是一个以太网报文 以太网报文 也就是从我们以太网驱动程序中 发出去的报文 那么刚刚我们这个数据报 它是从哪组的呢 从IP层 从IP层组出去的 也就是加了一个IP头之后 直接丢给以太网驱动程序 它会加上一个什么头呢 接下来我们会说到 那这就是我们的以太网头 我们的以太网头 由六个字节的目的MAC机制 和六个字节的原MAC机制 还有我们的以太网内型组成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以太网 那么前面这六个字节呢 就是我们的目的MAC机制 也就是我们要发送到 哪个地方去的物理机制 那么接下来的这六个字节呢 就是我们的原MAC机制 也就是说我虚拟机108 IP192.108.1.108的物理机制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以太网协议号 我们的以太网程序 它发送出去这个协议号 有哪些类型呢 一个是0800 表示我们接下来是IP数据报 一个是0806 它是ARP请求 也就是当我知道了我要发送到哪个IP去的时候 它会发送一个ARP请求 去找到这个IP地址所在的物理地址 然后通过应答给我返回来 那么我们说了这样一个以太网真的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来想说一说 我们的这样一个 TCPIP协议分层的这样一个东西 它就好比我们一个包装加一个包装加一个包装 这样的一个层层封装的这样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给它 好那我们看了以太网 我们拨了这一层 再拨下一层就是我们的IP层 IP层它主要有哪些东西走成呢 它主要是20个自己的头部 那么它的头部表示了 第一个我们是四位版本号 四位版本号表示IPv4或者是IPv6 首部长度20个字节 这是哪打不动的 然后这个TOS字段 16位总长度 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IP数据报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下面对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8位写一号 那么这个8位写一号就是我刚才在代码中发送的传进去的参数 NX5A 就这样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P层的原始套节字 那么接下来呢 看到我们这里有32位原IP地址 32位目的IP地址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通过IP地址去找对方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报文啊 20个字节的头部 我们从后面往前面看 目的IP地址 那我们的目的IP地址是多少 C0A80165 65是多少 64是100 那么65就是101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IP地址 那么前面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原IP地址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 就是5A 它表示我们的写一号 那么我们可以看上面 它已经帮我们解析出来了 为 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写一号 那么这是我们的 check sum 教验字 好的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的原始套件字就是 直接将我们IP数据投之后的数据 IP数据 就是我们要发送的IP数据 直接给它加一个IP头 再加一个以台网报文头 然后再给它传送出去 那我们接收数据报文是怎么样的呢 当我们接收到一个以台网驱动程序 首先会将它的 以台网头拨掉 当然第一步是要看 你这个报文的目的迈克地址 是不是我本机的迈克地址 如果是 好 你可以通过 如果不是 好 自己跑到垃圾桶穴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 当我们的数据报到了IP层 是吧 又是会去处理我们的IP头 然后处理IP头之后呢 根据不同的协议 就是我创建套件字时候 那个传输进去的那个协议号 根据不同的协议号 发送到我们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用户进程 或者是我们的传输层 继续往上传 最后再到我们的应用层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传输层的套件字 就是处理我们传输层的数据 那么我们的IP层的原始套件字呢 就处理我们IP层的 还有我们以台网驱动程序 这一层的原始套件字呢 就是我在前面创建时候说到的 我们在用户进程中 用AF packet 再加上我们的Socket Raw 原始套件字 再加上我们的协议 这时候你才能看到第三个参数 Protocol的真实含义 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到了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协议 一个是ICMP协议 一个是IGMP协议 那么ICMP协议呢 通常我们会把它用来去检测网络 是否通畅 比如说PIN一个IP 那么它就是通过ICMP协议来玩的 那么IGMP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到的 组播中的控制报文 控制协议 那我们的原始套件字 真的就只有这么一些东西吗 真的就这么一贼吗 其实不是啊 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大家亲手去拓荒 亲手去验证 亲自去研究 好的那我们既然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再来举一个例子 刚刚只是说到 我发一个任意的IP数据报出去 那实际上其实这个数据报文 你说有什么意义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有意义的 就是ICMP 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个PIN的这样一个命令 在这里呢 这个ICMP 其实用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所以我找了一份原代码 开源的代码 那就是我们的BZBOX 我们来一起看看 它是怎么玩的 那BZBOX是个什么东西呢 BZBOX就是我们在嵌入式 Linux上面呢 编译文件系统所用到的一个集中的命令 也就是说我们Linux上面用到的所有命令 比如说PIN啊 LS啊 MACDEAR啊 等等这些东西 全部都会在这个BZBOX里面有所体现 比如说LS 它会有这样一个文件去实现我们的LS命令 等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PIN 大家可以去download的这个BZBOX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学习到 开源代码 它们的编码方式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原始套介字 我们进去 可以看到 创建原始套介字 F1NET IP层的对吧 SocketRaw 然后它的Protocol是什么呢 Protocol是1 后面有注释 1是SMP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去发现这些协议 它是 它的协议号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文件 ETC Protocol 这样一个文件呢 可以去看到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里有些什么协议 比如说SMP11 它这里都有注释 好 大家自己去看 那么出错处理 对吧 然后 注意 我们的原始套介字只有用钮 超级用户权限的进程呢 才可以使用 非超级用户的权限呢 是禁止使用的啊 为了安全考虑 好的 当我们创建好一个原始套介字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的PIN是怎么用的 我们看看 比如说我要PIN一个我现在的网关 好 那么我们PIN一个IP 也就是说我要传一个参数进来是我的IP对吧 所以我要将我的数据报文发送到这个IP 那么我必须要给它的IP复制 对吧 然后这是对广播的处理 这个是设置我们的一个套介字的缓冲区 然后配置一个信号 然后呢就是接收我们的套介字 前面的不用注意 其实关键的还是在接收这里 当我接收了一个数据之后呢 怎么去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结构 Struct Struct的SMP 然后就是我的这个Buff 这个Lens 这个Lens是什么呢 就是我IP协议头 这里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 我Receive的时候 我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 我接收到的数据呢 其实是包含了IP头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也写好了一个程序 Raw Socket 同样的我们创建了一个5A 我们这里的协议是5A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Resale 那么我们原始套介字的接收方法呢 我们的服务器就不需要去绑定了 当然你可以绑定 也可以Connect 当你绑定了之后呢 你就只能接收目的IP地址 为你本级IP地址的数据报 当你连接了之后呢 那你就只能接收到原IP 为你连接的那个IP的数据报 如果没有 那你就可以接收任何地方 发来的IP数据报 好的 我们其实可以编译一下 那么我们接收在哪里呢 接收我们放到另外一个虚拟机里面看 这里已经编译好了 好的 我们刚刚改了协议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拷贝过来 我们再编译一下 好的 那我们现在去发送一个原始套机子 那么我们发送的原始套机子 需要改一点什么东西呢 我们发送的原始套机子 需要改一个IP 109 我另一台虚拟机的IP是109 好的 好的 我现在来发送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内英文 看到没有 协议号5A是吧 很明显的就发送出来的 那么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 就是我们原始套机子 它接收到的数据 它是包含了IP图的 我们的以太网 原始套机子呢 它也会包含以太网头 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回回来看我们的ICMP 好的 当它接收到了这样一个头 好 我现在要把我的头部剪掉 在我头部之后呢 就是我的ICMP协议的数据 所以这个处理应该是没问题 对吧 当我处理ICMP 我要去判断是不是我发送出的SMP协议呢 当我收到之后 我处理数据的时候 我要去看什么 我要去看我的ICMP 它的协议 它的类型 它的消息类型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从哪看到呢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 我们的ICMP 它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IP首部之后的一些数据 那么第一个 8W类型 然后8W固定的代码 然后16W交远盒 然后 不同的类型 有不同的代码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类型就确定了 我们将要发送的 SMP报文 或者是我们接收到的SMP报文 那么发送的时候是什么呢 现在回回去 SMP 我们看这个函数 首先 类型是 Echo 然后这些代码 那么下面的这些呢 我们可以不做关注 有更简单的实现 比如说最简单的实现在上面 它发送的报文 它只关注了一个type 还有一个checkson 教员盒 其他的呢 都全部置为0 这样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实验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 但我们接收到数据之后 怎么处理的 它通过IP头 确定了我的ICMP报文数据的位置 然后再来确定我的类型 当我拼出去的时候呢 如果回应是这样一个红的回应 这样一个ICMP内型呢 就表示我的网络是通畅的 然后计算出时间 最后打印出来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当我们拼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传说多少字节 从哪里来的 接收到的回应 我们的sequence TTL 那么这些时间呢 我们都是可以自己算出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ICMP协议 其实也是非常easy的 对吧 那么到这里呢 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网络基础部分 已经全部讲完 我们接下来再会花一点点时间呢 把我们前面的remote shell 布置的那个项目 稍微讲一下 主要讲sno 然后还带有部分编码 好的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